当我们愿意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如这张纸这样黑黑的 对吗 但是放对对的人的手里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翻过 因为在对的时候 你会看到上帝会把我们从黑色 变为白色 完全的不一样的一种生命 所以今天让我们真的知道 在主里面 在神里面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透过米飞博社的生命 今天让我们要知道两件事 并且做出两件事 上帝要施恩于你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事 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 所以不要害怕 像米飞博社一样 我们都被罪变成了绝退 我们都无法得到上帝的标准跟圣洁 我们仿佛缺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懂一个好消息 就是米飞博社是被王招来的 同样今天王爷召我们过来 祂告诉我们我要施恩于你 祂要让我们的生命从蒙羞到蒙恩 从 nothing no words to something and some words 因为当祂的生命 当祂领受恩典 当祂放开惧怕的时候 米飞博社成为如王子一般一样 今天同样的弟兄姐妹 祂呼召着我们 上帝要施恩于你 second chance 祂要你重新再来 祂要翻转你的生命 从蒙羞到蒙恩 你的责任 我的责任就是 不要害怕 要领受 也许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 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的心境改变了 我们的生命被翻转 我们曾经在我们生命是蒙羞耻的 现在是仿佛彰显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这就是second chance 这就是重新再来 第二点 上帝要施恩给别人 上帝不只是要施恩给你 上帝要施恩给别人 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 我们要知道 上帝是透过你 来去施恩给别人 上帝要透过我们施恩给别人 来彰显祂的施恩 因为如果你发现到 刚刚上帝就是透过大卫王 施恩给米菲伯社 所以你会发现到 因为上帝的方法 就是透过祂的仆人 来彰显祂的慈爱 我们就是上帝的方法 我们就是上帝所要做的一个行动 所以今天我们能重新再来 因为上帝的災恩 好让我们成为上帝对别人的災恩 使他们也能重新再来 今天我们不要只是读过去而已 今天我们要知道 神知道今天上帝不只是要施恩给你 所以你不要害怕 今天我们同样也要知道 上帝要施恩给别人 而是透过你 是透过你 别人才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下帝不至于 都可以帮助去 我们下帝不过 最后再帝不至于 地匹林里头